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草坊 这是一个说老西谷故事 和温故华语影谈的地方 那么今晚啊 我想来点董立范的故事 娱乐圈多的是前途后翘 碧月修化的女明星 观众审美更新换代 其中女明星董立范就犹如另类 她身材彪悍 自带汉腹响 在影视剧里 始终以强势 不讲理的复活形象 出现在观众视野 被称为富婆专业户的董立范 凭借着并不出色的外表 是如何立足于演艺圈的 曾因为感情受挫 至今仍未婚的她经历过什么 喜欢董立范的小伙伴 跟着老曹一起走 听听她的故事 我必须要做一个好演员 虽然我是配角 但是我做一个好的配角 演员不分大小 而不是你主演的她怎么的 就是我做一个绿叶 我也做一个特别翠绿翠绿的绿叶 董立范 1964年出生于辽宁沈阳 一个普通的家庭 父母重男轻女 将所有的心思都花在了她哥哥身上 寄托于哥哥能够成才 忽略了对她的教育 父亲为哥哥请来老师教授风琴 却对董立范不闻不问 初中毕业 为了不为家人骂吃白饭 董立范去做了瓦工 初当瓦工的那几年 父亲对于她相当严厉 经常批评教育她 她在工作中经常受伤 磨破手脚都是成事 可父亲不仅不心疼她 还总是斥责她干活的速度太慢 对于父亲的谩马 她默默成熟 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 董立范做事情 对自己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有时工作她一个人甚至顶两个男人 这样勤劳能干的董立范 本该是厂内年终一等奖获得者 但在电厂做领导的父亲 怕被人说闲话 每每都将董立范的一等奖荣誉 给了别人 因为我胖特别能干 有力气 班里头就是凭什么先进 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每次我凭上一等奖 我爸都给我拿下来 他怕别人输 对 因为你本身能够进去 他就恐怕担心别人输 一心想入党 到最后他走了 党也没入上 眼前的生活如此苟且 还是少女的董立范不甘平庸 白日她是常理上班的电工 夜里她是怀揣梦想的勇敢少年 董立范对声乐 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 向父母表明自己的理想 做一名歌唱家 却被家人指责 吃人说梦 父母不闻不问 董立范便主动找到声乐老师 老师考察他的家庭环境 和自身歌唱条件都不行 婉言俱绝 老师不教他也得学 几经哀求 被他执着感动的声乐老师 开始教他唱女中音 就这样 董立范一边学习声乐 一边做工 日子虽然辛苦 但是理想与现实坚固的日子 董立范过得很满足 美好且平淡的日子 没有持续多久 早就满足入党资格的董立范 一连好几年都被父亲拿掉名字 一气之下 董立范转去了炸耕厂 调动后工作没有那么累 属于自己的时间也多了 年纪差不多的同场人 不是忙着赚钱 就是忙着结婚 没有他将所有的休息时间 投在艺术活动上 没了父母的干扰 董立范开始自由 且大胆的追求百月光 积极参加宣传队 表演队的活动 别人忙忙碌碌生活 他仰头追求理想 在满地的六边市的环境里 唯有董立范抬头看见了月亮 短短几年 董立范先后在沈阳热电厂 炸钢厂 业余宣传队 沈阳歌舞团 辽宣歌剧院等艺术组织工作 天生骨子里对艺术的热爱 让董立范在无数个夜里辗转 他不想就这样 放弃自己对艺术的追求 经过再三考虑 他决定去北京电影学院 学习表演 一个六平方米的小房间 为了摸不着的遥远理想 他遗住93年 好在在表演上 董立范是一个十分有天赋的人 上天也愿意照顾这位苦面的女孩 机会没有来得太晚 1990年 董立范遇见赵本山 一个改变他一生命运轨迹的表演大师 那时的董立范还在北京学习 赵本山去各大院校选演员 两人第一次相遇 赵本山就被董立范身上那种 东北人的豪爽与朴实打动 没有繁琐的世纪过程 赵本山直接邀请他一起拍戏 随后 董立范进入现实火宝剧组 参演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 《来者都是客》 是董立范第一次正式演戏 电影拍摄期间发生了一件趣事 有一场戏是句号给董立范吃泡菜 生活中的董立范不吃辣 但正式开拍后 句号故意把泡菜换成了辣椒 董立范咬下去 瞬间觉得嘴里味道不对 随之而来是铺听改叠的辣 他整个人都被辣蒙了 但拍摄电影的交篇非常昂贵 董立范不敢NG 只能硬着头皮表现出非常喜悦的表情 导演一喊咖 董立范哭着跑出了片场 这时董立范才意识到 自己心中一只仰望的白月光 也不全是美好 即便如此 他也不肯放弃做配角的机会 丑小鸭大翻身 他的运气好得让人嫉妒 也许是争强好胜的性格使人 在备受非议的路上 董立范反而越挫越勇 他加倍珍惜现有的机会 不放过任何一个能表现自己能力的镜头 运气 实力和努力 他都有 三组相加 大王炸 董立范的表演被人们看在眼里 随后 张艺谋向他抛来了橄榄枝 力要他在电影活着 和幸福时光出演角色 角色戏份虽是不多 却让观众深深记住了这个胖姐 同样 董立范被更多的导演发掘 演艺之路也越来越顺 陆续出演绿帽子 苹果等多部电影 丑小鸭凭借富婆形象 安稳的立足于演艺圈 熬过各种寒冬 董立范的演艺之路 原本就应该这样顺利下去 正是事业上升期 董立范的父母接连身患重病 父亲患了脑血栓 母亲得了直肠癌 为了更好地照顾父母 有孝心的他 不得不暂时退出演艺圈 用整整三年的时间 陪父母一起对抗病魔 娱乐圈是更新换代 比日出日落还快的点 等董立范再次复出 演艺圈早已把曾经的胖姐 给淘汰出去 此时董立范的父亲 已经离世 他既要照顾母亲 又要为生活忙碌 巨大的落差 换做是常人 肯定是无法接受 好在董立范不曾骄傲 也不固执地 奠念着曾经的成就 对自己曾经在演艺圈的功名 只字不提 有戏就拍 没戏就等 安安静静 从配角做起 他守着寒冬 等来了自己的第二春 阿里零七零 在电影疯狂的赛车中 饰演富婆 一个coso 彪悍的形象 把观众对胖姐的记忆 重新唤醒 同年 电影 大电影2.0之 两个傻瓜的荒唐事与中 董立范所饰演的 念诗女人 又令观众眼前一亮 沉淀后的演技 更加毋庸置疑 由于外形彪悍 总有导演来找董立范 扮演一些角色刁钻 毒舍的富婆角色 就这样 他成了中国影视剧中的 富婆专业货 曾经的富婆胖姐 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 电视剧等 你爱我中一句 五周把汤喝了 光大网友 调侃至今 事业迎来第二春的董立范 在感情上 却没等到属于他的春天 影视剧中 董立范常常实验富婆 很多人都说 见到他就不想努力了 但现实与剧 恰恰相反 五十六岁的董立范 至今单身 故事追溯到上世纪 董立范刚到北京那会儿 结识了一位男人 那男人温柔绅士 对他展开强烈攻势 每每照顾人生地不熟的董立范 一来二去 两人自然地走到了一起 原生家庭重男轻女 童年时所遭受的博代 让董立范格外珍惜这段感情 男人张嘴管他要钱 他从来没有拒绝 单纯的董立范 怎想自己遇人不输 1985年 董立范的初恋 骗走他五万块钱之后 便消失不解 这让董立范备受打击 从此对感情恐慌 甚至抗拒 至今都没有再谈过恋爱 对欺骗自己的初恋 董立范怨恨过 如今更多的是淡然 从灰头土脸的瓦工 做到影视圈中的黄金配角 微胖界的超级配角 董立范的经历也称得上传奇 试问 有多少人能放弃六边时 十年如一日追求染色了的白月光 也有多少人守得住寂寞 从高处落下后 肯从低处爬起来 但去灰尘 重新上路 电视剧知否中的盛小六 对盛大官人说 从未因父亲的博代而怨恨过 看得观众眼红心疼 人人夸赞盛明栏的聪慧与隐忍 无人瞧见董立范 所忍受一重又一重的寒冬 她是现实版盛明栏 是电影中形象鲜明的富婆 听了她的故事 记住了她角色 也应该记得她的名字 董立范 一位演戏 令观众动容 经历传奇的女演员 接下来是回答问题时间 脱更呢 是因为 对 我失了 所以调整一下 以后会正常更新的 然后就算上期视频 大家好像争议蛮大的 这个是选材的原因啊 我没办法避免 你们看不到完整吧 我也很可惜啊 作为一个作者 又何尝不到痛苦呢 这就是本期视频所有内容 还希望三连没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得剪个头一下 这头有点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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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小姐 古老的夜晚 时间匆匆 陌生的人 请给我一只拦住 所以那些可能 都不是真的 董小姐 你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 爱上一匹野马 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 这让我感到绝望 董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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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